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你说吧 你能说中文吗 你想问什么问题啊 我可以这样拍的 不能 大家好啊 瓜子说嗨 杨总说嗨 我们全家来了沃泰华 来沃泰华办签证 对来沃泰华办回国的签证 终于可以回国啦 瓜子又很多年没见爷爷奶奶 老了老爷啦 今年争取带他回去 看我们的爸 就是想跟杨总聊聊 对沃泰华的感觉 这是咱们第二次来沃泰华是不是 对 第一次瓜子两岁半 我对沃泰华的感觉 那就是 怎么说呢 反正加拿大这些城市 大城市咱们都去过 除了卡尔加里面 在阿尔波坦几个没去过 是不是 对 著名的城市 华人比较集中的 温哥华 多伦多 蒙特利尔 沃泰华 这四个城市里面 就只有沃泰华给我的感觉 就是每次来都觉得 哎 其实搬过来也就搬过来 就是不会觉得很可惜 在纽分兰那些家当 只要只有机会能过来 我就来沃泰华 我们最喜欢的还是蒙特利尔 对不对 但因为沃泰华开车到 蒙特利尔才两小时 如果想要看什么演唱会 想要去什么游乐场 就是 也 两小时的路程也不算是很远 对 我那天是晚上七点八点半拿到车 还吃了个饭 晚上十一点 从蒙特利尔就直接开到沃泰华了 沃泰华的语言兼容性更好一些吧 是不是 就是法语跟英语都有 都有啊 上有看过一些 就是关于什么 如果你不说法语 会遭到一些人歧视的这类文章 那我们没有发言权 如果这是确实是一个现象的话 那再问他沃泰华就不会担心 对 因为沃泰华是属于确实两种语言兼容的 很好的一个城市 对 结果在华城市不大 对 我感觉比较正规一化 就是 有点 紧紧有条的感觉 麻雀随小五脏 就觉得肯定的 它是首都瓜 对 瓜子你喜欢沃泰华吗 对 对 你喜欢沃泰华哪里啊 不知道 就不知道 还有我听到 有一点点 人会说中文在沃泰华 对沃泰华的中国人少一些哈 但比咱们那里多对不对 瓜子 比纽芬兰多 在玩具店呢 在饭馆啊 都能听到 有中国人说话 然后这回我们还去了牛逼味 是不是妈妈 对 然后就感慨 哎呀 岁数大了吃不动了 真是的 年轻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我跟杨总刚来说 二十当岁最能吃的时候 只能在圣约翰斯吃到 Cityline 中国的半熙半钟的自住 就觉得挺幸福的了 一周吃一次 现在的小孩子们都能吃牛逼味 确实是 把人增多 吃的东西也多了 是不是 十几年前咱们刚来说 沃泰华也没有牛逼味 牛逼味是最近的 对 这几年 反正大城市就是这样 移民多的话 它那个饮食的多样化也更好 而且更正宗 昨天又吃了一个泰国馆 是不是 对 在沃泰华 叫Cow Cow Thai food 很多人在网上看 居然会从蒙特利尔开到 那个波泰华的饭馆去吃 Tai food 还有 做的确实挺正宗的 跟我们纽纷兰的那个所谓的 大家都在夸 Ginger grass 是不是 那简直就是 如果吃Ginger grass的话 觉得这是给Canadian吃的 Canadian Thai food 昨天吃的那个才是真正的 昨天那个也是稍微 改良一点 对 就是有人反应偏甜嘛 但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好比较好的 那个香料啊什么的 比较正宗一点 比较对 这种偏向正宗 还有吃了 sticky rice 就是在 sticky rice 是年糯米的芒果饭 是不是 而且价格也确实不贵 价格还是大声是便宜吃东西 这回来沃泰华 好像感觉是更是觉得物价便宜很多 水果 咱就说那天去看的水果 那个新天地中国超市就比纽芬兰 还有哈利法克斯那些中国小超市 要便宜很多了 还看到了大概几年都没见过的 九毛九的苹果 九毛九一磅 对 那都是在纽芬兰两块九毛九 三块四毛九的苹果 品种也多 品种比较多 新鲜的龙眼 还有大白桃大白茅桃我最喜欢的 还有蜜糖菊大小的橘子都有都很甜 选择就会多一点 对 选择多一些 我们也没有说定义自己为中国味啊什么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尝试 跟大跟村里比的肯定是更多元化了 然后发展的规模也就是反正不大不小 既不会很嘈杂 也不会说很闭塞 然后语言的兼容性也比较好 如果孩子在那边长大的话 那肯定是英法了 对 英法肯定是都会的 所以确实是如果沃泰华有工作机会 说可以来 那我可能 应该是 我就一拍脑门就来了 其他地方我都会觉得 还是更喜欢纽芬兰一点 安逸一些啊 懒得折腾啊 还是懒啊 可能沃泰华把这份懒给治了 因为沃泰华感觉不到像多伦多那么 每一个人都很匆忙 不是说他这个街道多繁忙 是感觉每一个人都像有那种任务在身 都特别特别的繁忙 那温哥华嘛 我们纯粹是过去消费的城市 温哥华 股价什么这些 特别是房子这些事 我们就不再考虑负担不起 也就不再奢望 蒙特利尔 喜欢这个城市 但是不是喜欢在那生活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生活在华那种 对蒙特利尔总体来说 应该还是比较 我不爱用排外这个词 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pride 对 那他们有自己的那种 所谓的骄傲在里头的话 那就对于新的移民 可能没有那么的让人感觉到舒适吧 我也不爱用友好这个字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叫自在 在华台华的话 你会觉得 包容性更强 对就觉得 觉得在这个城市 和找到自己的小卧 可以舒舒适适的生活 那种感觉 华台华房价也不便宜了 然后在发生covid以后 很多企业都比较对于这种 remote上班 这种想法 这种这种模式都比较open 对 就像我那个灵活很多 我队伍的领导 他在蒙特利尔 然后底下四个我们这种手下 一个在纽亨兰 就是我 一个在纽亨斯高山 一个在 在纽亨斯高山 还有一个在卡尔加里 等于 从东到西都有人 如果 我还跟杨总开玩笑说 如果我搬到华台华来 那我那个领导 真的是乐开花了 直接就是发个邮件 一样过来跟我开个会 我两个小时就到了 上午给我一个消息 然后下午就到了 确实挺近的 能满足最也很多 就是基本需求 就有人说 哪里哪里又是美食沙漠了 哪里哪里又是美食沙漠 其实 在我个人而言 我没有说 就出国以后 还把 我一定要吃到最正宗的中餐 摆在我的 这个所有的 移居城市的首位 这不是我考虑的 首要的一个因素 我更倾向于 我认为整个生活状态 和整个生活的节奏 和整个城市的开放性 友好度 对我来说是更重要一些 是不是 还是会有中国人会为了吃 去追求这些 首要条 就是一定要吃到最好最好的中餐 最正宗的中餐 那就崩哥华 每次来过来 我都会发呆 这回发呆被杨总看到了 开始车的时候 我杨总说 哎 绿灯 走走走 为什么没有走 我就跟杨总交代 我说我在想 来波泰华生活 大概什么样 这还是比较舒适的 这还是加拿大唯一一个 除了咱们 咱们家 圣约翰斯 我会把自己 带入到这个生活场景中 去奢望 去遐想 的这么一个城市 这就是我对沃泰华的总结 杨总也很喜欢 瓜子 他爸去的就去哪咯 那他娶媳妇以后 再说 爱去哪去 沃泰华就是离哪里都比较近 毕竟总理同志在上班 妈妈在沃泰华呀 怎么让他老人家不方便呢 如果这哪天真从纽分兰搬走了 我最舍得的是海 虽然杨总说得对 一年其实也 真的是去不了海边几次天冷的时候 连狗都不愿意去 别说我了 冬天基本不会去海边 吹的脸 鼻涕横流对不对 但夏天的时候呢你 开车一小时弄个Airbnb 就在海景房住下了 确实感觉不太一样 会有一些舍不得 我带华就说这么多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杨总 不太清楚过 华的房价 其实能够更好的评价 这个城市的实用性 先说这么多 想起来再接着路 好 好 好 critical 多